电动滑轨这个产品吧 你没有它好像也并不妨碍你拍摄 但你有了它 你会变得轻松快乐 嗨你好我是拉牙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 今天来和你分享一款电动滑轨设备 它是来自制品创造的Micro 2 E6版 我已经使用了两周 用它也拍摄了一些视频的素材 总的来说对它的体验还是挺满意的 你看到的这些画面 也都是我使用它来完成拍摄的 如果你想要拍出这种横向或者纵向 都能够匀速丝滑稳定的运动画面 那你可能就需要一个电动滑轨来配合完成了 Micro 2 E6版滑轨的主体部分是铝合金材质 采用了左右两个滑轮和一根铝带来实现滑动 它的上一代产品是手动滑轨 到了这一代升级为了电动滑轨 主要是加装了这个电动模块 模块使用NPF电池供电 耗电情况我专门留了一块NPF750电池给它用 完成了四次的拍摄 平均每一次拍摄都在一到两个小时左右 电池还都有电 所以耗电情况的话 如果你是重度拍摄一天 两块950电池应该也能足够应付了 侧面是开关机按键 上面有三个速度指示灯 按下速度按键就可以实现三档的速度调节 通过顶面的两枚按键实现移动控制 整体上操控逻辑还是简单应用 不看说明书也能够快速上手 直接在滑轨上也可以设置两点的自动移动 通过前后移动到目标位置之后 双按电源键完成设置 再按两下就可以开始拍摄了 如果你觉得不够好记 那么你就可以下载他们的官方APP 打开蓝牙连接滑轨 只需要滑动摇杆就能直接控制滑轨了 在配合APP中的定点功能以及速度调节 你就能够实现多点多速度的自动拍摄 那最多可以设置五个定点 APP也附带了延时摄影的功能 需要使用快门线将相机和滑轨连接使用 那这个快门线是需要单独购买的 虽然目前APP支持抚养旋转跟焦的功能 但遗憾的是需要配合官方的配件才能使用 而目前它还没有上线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保持关注一下官方的动态 这款滑轨支持横拍也支持竖拍 最大载重是4.5公斤 整体上目前常见的微单加镜头的组合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它的最大形成是74厘米左右 不过如果你放在三角架上拍摄 行进到最左或者是最右会因为重心问题 再加上如果你的云台恰好不够好用 那么很容易导致云台的傾翻 倾斜甚至是整体的三脚架就直接翻倒 所以建议使用官方配套的支撑架 连接滑轨底下的这个低拍架 通过卸钳来锁紧固定三脚架 这样完成了对滑轨两侧的支撑 就可以避免重心不稳翻倒的问题了 那刚才说到了低拍架 它还是挺有意思的 首先它可以通过快装板 直接固定在我的这个云台上 这点很方便 另外它的两侧有4条收纳式的支撑腿 如果遇到不平的地面 可以调整支撑点的角度来实现一个水平 不过它角度也有限 常规的路面是还够硬服的 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它竟然还带了4个轮子 如果你在任何的平面 需要一个大范围的移动滑轨的话 那就可以用它来完成拍摄了 细节真的很细节 那功能上大概就是这样 不知道你有没有够了解它了 那我就再来说一个槽点吧 第一次开箱把玩我按下解锁 开机按下滑动 机器就直接卡住了 也不能动 然后铝弹的绷紧 我就纳闷了 然后我反复的测试 翻看了说明书 也不知道怎么是锁定 怎么是不锁定 又因为它是一个电动控制的设计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让它 恢复到那个默认的位置 你可能就需要通过不断的 按前进后退的按钮 让它回复到那个神秘的固定的特殊的位置 你才能再次锁定你的滑轨 所以这就是让我在整个体验过程中 对它有一个非常无奈的地方 那总的来说 作为一个数码爱好者的up主 我经常需要拍摄近物产品的视频 甚至也需要自拍移动的运镜的画面 而使用电动滑轨就能很好的辅助 完成特定的拍摄需求了 那制品创造Micro 2 E600是一个不错的电动滑轨 行进丝滑稳定匀速 支持手机up远程控制 那整体的产品体验也还不错 就是希望如果有下一代的话 请尝试改进一下它的锁定设计就好了 那么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的内容了 如果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这款制品创造的 Micro 2 E600电动滑轨的产品的话 请一定记得给我三连鼓励支持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也请现在就去点击一下关注按钮 关注我吧 那么好了 我是大牙 期待着下一次与你的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